你沒有討論過嗎? 不算有 你開國天地求不平嗎? 真的不一定 因為我覺得還沒有那樣子的共識 就有朋友就說 你就是想太多了 不要想那麼多 哪要想那麼多的 可是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就是想很多 有時候看完你小朋友之後 沒有想要慢慢吃嗎? 還是沒有 就是 就是小朋友像我們真的玩一玩 一下子 就是跟生豪哥長得一樣 養跟玩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其實會 還沒有想要進入到這個階段 也是因為身邊很多爸爸媽媽 在分享他們的爸爸經的時候 媽媽經的時候 就會覺得 哇聽起來有點害怕 然後再加上現在也還沒有 覺得可以 就是到那個階段 所以就再緩緩 然後再加上我爸媽也不吹 他們也沒有 就是很積極的想要我們 進入下一個階段 所以就很自在的過現在的生活 好 我有多幸運 遇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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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覺得 不是說我給自己定一個時間 我就真的可以按照這個計畫走 也還是要看就是有沒有對象 或者是有沒有想要一起有這樣的共識的人 所以不著急啦 我覺得這真的不是定時間就可以 可以照著去計畫完成 我在還小的時候 還在念書的時候 我就說我希望我28歲可以成家啊 什麼的 結果開始工作之後就發現 太早了太早了 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現在這個階段就是 身邊的朋友啊 家人啊 親戚啊 都一個一個的 有結婚生小孩 但是就是還是沒有 激起我 覺得想要做這個 想要到這個階段 你有討論過嗎 欸 不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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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一定 對啊 因為我覺得 還沒有那樣子的共識 但是 有 就有朋友就說 你就是想太多了 不要想那麼多 哪要想那麼多呢 可是我的個性就是這樣 就是想很多 就是想很多